什么武器的稳定性非常差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蕃茄 在吃精力武器的稳定性虽然不多伤害重要 但是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却是最需要的索性 毕竟吃精力武器的伤害再高 用不好压不住都没用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稳定性非常差的三把武器 1.M762 M762在吃精力增益很大 有玩家认为它是猛蓝枪非常强 可是也有玩家觉得它难度太高 尽管M762的配件位很多 可是满配之后仍然很难压 通常能压住前10枪已经是高手了 而在10枪之后就是水源枪法 不建议萌星减M762使用 2.MK14 MK14是吧很容易克人的武器 因为它定位是连鞠 可是它却不太适合当连鞠使用 因为它的稳定性太差 后座力太高了 而在全自动模式下 准性更是能飘到天上去 最后将它当步枪使用 打近距离作战才能打出不错的效果 3.SLR SLR在大多数玩家脑海里都非常陌生 因为用过的玩家少 喜欢用的玩家更少 而SLR以夸张的镜头摇晃和缓慢的准性回落速度 加好了大量玩家 这个问题在高背景下很突出 用起来镜头非常抖 稳定性极差 小伙伴们 你喜欢剪上面这些武器使用吗 欢迎关注收藏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